台北关渡码头改善工程正式完工启用 市长克文哲特别出席启用典礼 不只周边设施焕然一新 还将原有船舶停放平台 延伸外推更靠近淡水河 渴望成为民众旅游散步的新地标 我们现在把这个码头去做一个翻修 把它变成一个长145公尺 宽20公尺的一个水岸平台 去连接我们的关渡的广场 这样我们的整个水岸就会更宽广 更可以接近我们的水岸 可以看到更美的风景 那也提供更大的一个活动空间 为了提升关渡水岸环境品质 与重塑在地技艺 北市府积极推动环境再造 除了全力支持已有的关渡自然艺术剂 闹热关渡节 及关渡赏鸟博览会 这次也将码头周边广场重新整理 在硬体使用与环境生态寻求共融模式 在硬体方面从这个关渡码头 河滨的花海 地方的美化 红树林的管理 我们这个重要的公庙 关渡公 还有这河滨自行车道 河滨的步道 这些等等 其实要做一个有效的整合 除了提供舒适无障碍友善空间 市府后续仍将规划胖卡餐车 市集在地艺术活动表演 让大家在享受淡水河美景之余 也能品尝美食 欣赏演出 感受不一样的水岸魅力 记者刘湘亭台北采访不到 最新的我们的 对于是 这期间的 非常好 非常好 谢谢大家 我们最新的 我们最新的